好 來關注天氣 雷元消過後冷氣團在今天持續會發揮 今天清晨中部以北 低溫下潭十一到十二度 還是要多注意保暖 我們來看地面天氣圖的部分 來關心在北方冷空氣持續影響 臺灣東北風明顯偏強 再加上北臺灣其實雲釀水汽車稍多一些 鐵桿上面就更有含義了 要到明天的白天過後 這冷氣團才會減弱 不過到週四又會有一道這個結構 非常完整的封面來影響到臺灣 天氣又會變得比較不穩定了 再來電量降水圖雨區預報 來看到在今天降雨方面 主要都在哪裡呢 藍色的色塊就是在這影封面 東北部基隆北海岸 容易會有一些這局部的短暫降雨 而北部地區還有中部山區 也會有一些零星降雨 但至於在像西半部地區 其他地區都是多雲稻情的 而來看到溫度方面了 清晨中部以北還有東北部低溫 是落在十二十三度 桃園到苗栗景山區 還有金門更冷 下潭十一度 像是在今天清晨 這個低溫出現在平地市南投 只有十一點四度 而白天北部東北部還有東部 一整天都是偏冷的狀態 高溫也落在大概七十八度左右而已 其他地區是二十到二十五度 早晚都偏涼 好 週一清晨大陸冷氣團 依舊會影響 那麼清晨台南以南呢 就是以北的地方是東北部低溫 還是下潭十一度的 再加上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沿海空曠地區近山區平地 可能會更低一些些 那麼週一白天到週三 大陸冷氣團接下來減弱了 氣溫也會回升 像是在西半部地區呢 整治液溫差就會拉大了 可能溫差比較大一些 尤其週二週三這兩天 這個回溫好天氣會更加明顯 要好好把握 不過週三的水氣會稍稍增加一些些 西半部山區有些離心短暫雨 撥到了週四週五 接下來我封面報導了 所以又會出現一些雨勢 又要降雨變天 提醒大家多注意溫度上面的變化了